骗钱与赚钱,谁是真大骗? 做生意,要先弄清楚你的客户是谁 有钱人的钱不好骗,但很好赚 普通人的钱难赚,但很好骗 有钱人有付费的意识 只要是他需要对他有帮助的东西,他就感兴趣 他们也有价值交换的认知 只要他觉得值,他就会购买 心甘情愿地愿意让你赚钱 比如你有技术,他可以聘请你,给你百万的年薪 比如你有真股东,好玉石 他也可以出高价的收入囊中 但是如果你想套路他,对不起 你那点小心思,人家早就看透了 比如某明星买房子,他从来就不付中介费 如果你的客户是普通人,那就大不一样了 比如某山泉有点甜,他甜吗? 甜不甜不重要,你愿意买就行了 再比如某节公司的洗发水 刚洗完两天内,柔顺蓬松 但是第三天开始就沉重油腻 不要紧,接着洗啊 现在你去看吧,满大街都是土顶 相反,这个公司的洗发水没有进中国之前 满大街都是浓浓的黑发 偷换概念,强调表面体验感 这都是商家欺骗穷人的方法 穷人的钱好骗,但是不好赚 你告诉他们某种东西贵是因为造价高 对不起,他不让你赚一分钱 但是他的钱就会让那些骗子骗得一干二净 并且还去傻傻的贷款,买一个用不着的水泥壳子 乐点点的每月还利息 不要以为花假钱的和网络诈骗才是骗子 真正的骗子是光敏堂皇的 让普通大众都心甘情愿上当的那一群人 他们告诉你,快买房吧 这样孩子可以进城上学 买房吧,明年还会涨价 你说我没有钱呢 不要紧,你可以到银行贷款 这辈子还不完呢,下辈子接着还 结果呢,等大部分普通人都买了房子以后 就开始降价 孩子是可以上学的 但是毕业以后照样找不到工作 接着靠研巴再多读几年 钱花了时间耽误了 结果呢,最适合的工作竟然是送外卖 我不是说送外卖不好 只要是合法劳动都光荣 我说的是送外卖 用得着熬那么多年的寒窗吗 我觉得明知道国家 用不了那么多科研人员 还鼓励普通家庭 紧一缩失,买学期房 供用孩子去走那个独木桥 这就是诈骗 请上了当的朋友在评论区 说一下你的看法 关注我,多看我视频 余生路上,房诈骗